中国好儿媳,日本扶元爱用孝心,打动中国公共,让不孝顺,儿媳惭愧,日本乒乓球公主扶元爱,在礼约奥运会后和中国台湾省的帅小伙子将红杰的爱情修成正果,正式走入婚姻殿堂,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儿媳妇,婚后的小爱尽管已经远离赛场,但是她却因为婚后向贤妻两母方向转变,而获得球迷更多的关注和尊敬。 在扶元爱和江洪杰婚前,日本媒体曾嫌弃江洪杰年薪,是爱降年收入的几十分之一,而看不起这位中国穷小子,认为他没有张继科马龙那样的影响力和实力,是无法赢取他们心目中日本全民偶像扶元爱的。 不过扶元爱和江洪杰并没有因此而走远,反而两人终成眷属,现在还有了爱情结晶小小爱,扶元爱婚后对老公江洪杰十分疼爱,如果他忙到凌晨才回家,小爱会一直等着不睡觉。 为他送上可口的饭菜,更令人感动的是,商业价值以及影响力明显更强的小爱,甚至会为了家庭而放弃收入可观的商业利益,为他生下了可爱的闺女小小爱。 此前扶元爱梦想在东京奥运会付出的愿望,早已经渐行渐远,除了对自己的中国老公以及女儿十分疼爱外,扶元爱之所以经常被球迷称之为贤妻良母,就是在于他这个日本小媳妇太懂事,不仅和婆婆关系相处融洽,还会亲密的和他姐来拉近彼此关系。 甚至最近他还用孝心打动公共,通过共同的爱好拉近了两人的距离,近日,扶元爱陪公共现身新竹一乒乓球管练球,真正的利用自己特长入乡随俗,咱们台湾省人民也喜爱乒乓球,他在表孝心的同时让公共打球,也打得很开心,期间他还与市民切磋球技,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去, 可以说他真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好媳妇,好儿媳,这也让那些不懂得疼爱自己老公,和自己公婆相处有矛盾的不孝顺儿媳为之惭愧。